如果这是早上是晚上 早上刚睡醒怎么会睡这么长时间呢 在今天的中国有一个奇怪的现象 每到中共七一党庆 十一国庆 中共的重要会议 国际重要会议等敏感日 中共都以维稳为借口 按照事先定好的名单 对修炼真善忍的法轮功学员 实施骚扰 绑架 非法关押 2002年的9月份 共产党要开什么会 就把我从家里抓走了 读打是转化法轮功学员的家常便饭 我被非法关押20多天 天天早上大铁门一开就开始打我 第二天就是还是这样 就重复20多天 那一天呢 等我回到号里头呢 当时号里头有将近20名同修 他们都已经睡觉了 一看我进来就都起来了 当时同修就都哭了 他们就说呢 我当时那脸呢 打得像脸盆这么大 有一天早上呢 我就是吃完早饭以后 来了两个人 就是转化我 跟我说了没有多长时间的话呢 然后我就睡着了 等我睁开眼睛呢 就是已经是天黑了 我不知道我睡的是一天还是几天 当年余静三十多岁 从来没有这种情况 很快他发现自己被暗中下了毒 有一天呢就是满头流汗 浑身哆嗦 当时法医来了呢 给我检查呢 法医就说再不送就来不及了 到医院了以后一检查呢 就说是非常严重的一种冠心病 晚来十分钟就死了 后来呢我就是不断地出现这个症状 当时老教所也不要了 回到家呢 然后我就还是继续那个练功 我就身体就恢复了 一人练功全家得福 磨难中 于静通过练功学法 身体很快得到恢复 女儿品学兼优 考上好大学 还有了一个令人羡慕的好工作 于静说 这是修炼法轮功给家人带来的福报 他们很多人呢 就说 哎呀原来都觉得我这日子过不下去了 我一个人带个孩子又被抓 又被单位开除 说这怎么过 就一看到我的孩子这么 品学兼优这么好 而且呢我的父母们 他也是看到我从那个610被迫害这么严重 也没有吃药 也没有打针 也没有住医院 就是通过修炼 就是身体变这么健康 也慢慢地不断不断地 他们都改变了看法 我的母亲今年都93岁了 和我父亲都是90多岁的人 他们现在生活很幸福 都很充实 也知道法轮大法好 也是我一人练功的全家受益 我也今天借着机会告诉世人 法轮大法是好的 是正的 希望你们大家选择正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